小姐 你别生气了 这种男人有什么好生气的 不要也罢了 你说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呢 不对不对 再怎么误会 也不能误会到一张床去吧 他那天喝醉了 是我送他回来的 他那天醉到连路都走不好了 怎么可能还会做那种事 一定是楚天阳趁他喝多了 不宜勾引他的 真是太过分了 少爷 你们刚刚说什么 沐星辰跟楚天阳上床了 不关你的事 怎么不关啊 丁香 你跟我说清楚 他俩到底怎么了 少爷你别着急 他俩没什么 我要你跟我说实话 他俩到底怎么了 你要是不说 我现在让你从叶家卷铺盖走人 别啊少爷 他俩睡了呀 阿姨 沐星辰 远之 不该喝这个酒的 不该喝这个酒的 不该喝呀 不糊涂 不该喝呀 喝酒 我太不喝了 cious 阿遥 我有话想跟你说 如果你真的喜欢兽医 何必把这件事情搞得如此大张旗鼓的 这样做对你们两个人都是伤害你知道吗 明昭对不起 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好 新城喝醉酒是他让我留下的 所以 我就留下了 阿遥 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你到底给他下了什么药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觉得是我给他下的药 昨天 我只记得新城屋里有半碗蜂蜜水 我没舍得浪费 就喝了下去 喝完之后我就迷迷糊糊的 什么也不记得了 肯定是那水的问题 不可能 兽医不是这种人 到底是怎么样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还有 我给宋子晴做了尸检 他的咽喉部位有毒药 显然是被人害死的 那天 只有你和他在一起 你怀疑是我毒死的宋子晴 你可别忘了 大山传越中毒之后 宋子晴给他吸过毒 现在是因为新城的事情 你怀疑到我头上了 云长 我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 你怎么能把那么龌龊的事情 想在我身上呢 好 好 那如果不是你做的 你拿什么证明你自己的清白 轻者自清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凭什么要向你证明 阿姚 你 行了 叶昀长 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 你从小出身好 家境好 所有的男人都喜欢你 不像我 我 从小共苦临天 没爹没娘 现在因为一个新城 你又反过来怪我 云长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 你既然已经怀疑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那我承认 行了吧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你怀疑吧都是我做的 阿姚 昨天 我喝了那杯水之后 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 是新城对我 他非得不让我走 都怪我 都怪我 阿姚 对不起啊 也许 也许真的是我错怪你了 您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真的是受益对你不轨的话 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阿姚 您哭了 美娇 帮我找到欧星辰 我告诉你 星辰绝对不是复兮害 你一定要相信他 这样我带你去找他 在前面 走 怎么办啊 什么样的 聊天 他抽的 你看 他在那儿呢 看他的形子 心里一定很来受 他肯定不是个负岐 没害 云长 你怎么在这儿 我问你 昨晚到底怎么回事 阿瑶都跟我说了 说是你 对他又搂又抱的 还不让他走 我真的不记得 可我迷迷糊糊之中 只看到了你 真的 那我问你 你喜不喜欢他 我只把他当普通朋友 我只把他当过来 事情已经这样了 沐星辰 你要是个男人 就对他负起责任 我算是解释不清楚了 医馆暂时回不去了 还是先自觉要长的事吧 沐星辰 你给我出来 怎么了 沐星辰 人呢 我 我不知道啊 人呢 他没回来啊 王八蛋 沐星辰 沐星辰 你个王八蛋 沐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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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八蛋 滚出来 沐星辰 沐星辰 你发什么疯呢 我都知道了 沐星辰那个王八蛋 阿瑶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你还现在就是闹得不够大吗 阿瑶 你就别在这儿干了 你亲我呢行不行 走 沐星 沐星辰 你是要逼死我你才开心是吗 好 那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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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沐星辰 老子今天废了你 给我出来 叶远至 你又来干什么呀 我来干什么 阿瑶 他敢欺负你 我让他不好过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又能找你管吗 你别在这儿下气候 我是谁 我凭什么不能管 沐星辰欺负阿瑶 我怎么不能管 你凭什么拦着我呀 我凭什么 就凭我是追阿瑶的第一个人 这是用不着你管 要管也是我来管的 你没资格在这儿说话 我怎么了 我怎么就不能管了 你给我 行啊 你们两个都给我走 上官文宣 你给我等着 阿瑶迟早是我的人 阿瑶 你别生气了 这孩子年纪小 不懂事 我留下来陪陪你吧 你等着 你等着 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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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 如果我能早点带你离开 就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了 我发誓 我一定会找到给你下毒的人 给你报仇 我真羡慕小蝶姐 有一个这么爱她的男人 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就好了 阿七 你是好人 你还是找一个适合你的人 照顾你吧 在这世上 除了你 我还能喜欢谁呢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在你的心里 除了小蝶姐 不会再有任何人的位置 你放心 我不会抢占 她在你心里的位置 我只要能像现在这样 陪在你身边 和你在一起 我就心满意走 我一定会在你身边 我只要在魂 你以为再次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思先生 您明明知道这些污水有剧毒 为什么还让他们往河里倒 叶会长 您答应过我只要我去夜云场 就立即关庭妖长 沐星辰 我跟你说 我一直把你当未来女婿看待 可你跟那个楚天瑶搞得不清不楚 是不是太不把我们叶家放在眼里了 我想您是误会了 我对云长真心实意 绝对不可能做对不起他的事 外面那些传言都是假的 我也知道这可能是误会 所以才心平气和跟你说话 但是 如果我知道你对不起云儿 我一定对你不客气 这个您可以放心 我心里只有夜云场 未来的妻子也只有夜云场 但是在这之前 能不能先请你把药厂停了 您看看这些树木 还有那些死去的动物 科学总会有代价的 我们生产出来的药是用来救人的 垃圾算得了什么 像你这样的想法 英国就不会有第一次工业革命了 好了好了 别说了 您先回去吧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您这是饮酒止渴 我之前曾经给乔振捆看过病 可以让他试一下 我现在生产的消炎药膏 也许会有很好的效果 真的 那我都要看看这药怎么样 好 你跟我来 吴星辰 你还在这儿 今天云儿母亲生日 你赶快去圣玛丽医院陪陪她 你们年轻人 有什么事多多沟通就好了 好 我这就去找她 去吧 我拿走 你帮你他 好 我拿走 你很深谦 我把我谢谢你就 你帮我帮你 你帮你回来 你怎么做 我来 我帮你帮你跟着 你帮我来 秘境的暗号 不晓 谁还会成为谁的依靠 哪里还有梦可以去找 风再吹云听不到 这片穷雨 找的爱匆匆欲 善若有情怎会 只真心情如红雨 刚好 你竟漂泊在这场咒语 我也只剩余数数理 不如一起等风停 你走吧 之后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了 陈晓 云长 如果我真的想跟楚天耀发生关系 就不会在我的房间里 更不会让你看到 你没想过这事情背后 真正的引擎吗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那你 愿意原谅我吗 我不想说这件事 心烦 今天是伯母的生日啊 回头望你还是 他在我五岁的时候就离开我了 这是他以前工作的地方 小时候我经常来 现在 请你扮演我的 这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我把你安好 你的手轻轻抓牢 别跑 别让梦醒的太早 别跑 这是我的 他什么都跑来 他什么都跑去 这什么都跑去 没什么事 他何事 沛蓉 当年真是对不住你了 这么多年来 我每年都会来看你 沛蓉是谁 我娘 有声 罩喵 �案 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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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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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得了传染病 死在这家医院里了 她得到什么病 奇怪 昀长 那个房间为什么上着锁 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房间一直都是锁上的 不知道里面放的什么东西 过去看看 这个地方这么久了 为什么这个锁还这么新 这里面肯定藏了什么东西 我来看看 好 怎么样 看到什么了吗 里面全是枪支弹药 枪支弹药 好 会不会是乔政坤藏在这儿的 要不我们赶紧走吧 别打草惊蛇了 给我喝呀 给我喝呀 啊 少爷 有个外国女人找您 快快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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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 我找乔震天 他在哪儿 他出去了 有什么事找我也是一样的 你是谁啊 我不需要你陪我 这么说吧 乔震天能为你做的 我也可以 嗨 我找乔震天 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给我让开 你 什么人呀 震天 震天 奇怪 我妹妹看见她进来了 怎么不在了呢 我就说了吧 她不在不在不在 你赶紧走吧 什么事都做了 想拍拍屁股走人 什么事都做了 你们都做什么了 我告诉你 你们俩是不是那个了 这位是 姨妈 你好 我是震天的女朋友 女朋友 刚认识的 爸 震天 他真的是震天 你原来你怎么在这儿啊 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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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了 震天 我的天 震天 表哥 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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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震天这是怎么了 看来 他要不我后臣了 爹 又在看我娘的照片 小妈看到又该生气了 她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和你娘的感情 她是知道的 你要是想她了呢 就到圣玛丽医院去看看 不去了 就怕触景生情 爹 我娘当年到底是怎么去世的 你为什么就不肯告诉我 月儿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别再问了 我在圣玛丽医院碰到了乔振坤 还看到了一大批武器 你胡闹 月儿 这件事情跟你无关 你不准再查这件事 为什么 遢 rom rom rom